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你的格局 决定了你的人生层次 一个乞丐 会眼红另外一个乞丐 套到的钱比自己多 却不会嫉妒那些光鲜的路人 过得比自己好 这个就是甘于做乞丐的格局 而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 也不会每日沉溺于儿女情长之中 这也是一种格局 一个拥有乞丐格局的人 成不了大企业家 而一个有着大格局的人 他的人生多半不会太差 曾国藩曾说 成大事者 以实为主 以财为辅 这个实就是格局 一个有格局的人 既有境界的高度 胸怀的广度 眼界的宽度 还有思想的深度 和执行的力度 他们心中有浩瀚宇宙 活得更透彻 更豁达 张爱玲说过 你的气质里 藏着你走过的路 读过的书 以及你爱过的人 而作为一个有格局的人 也会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个真正有格局的人 往往在这三方面不计较 一 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 我们的一生 一直都在做着各种抉择 或主动 或被动 择偶 爸妈说 尽量找个前列股 别被眼前的一时繁华 迷了眼睛 择夜 大家说 要找个能长期发展的 短时间来前快的 不代表能一直稳定 有的人觉得 人生要及时行的 脑子不要想太多 有的人相信 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距离近的都是小虾米 那么 到底是应该着眼现在 还是放眼未来 个人认为 有格局的人 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 是能看到目光所及之外的地方 如果执着于眼前的利益 表面上看是得到了 可是长远而言 却是一种损失 那些精于算计 生怕自己吃了一点小亏的人 最终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两个朋友一起创业 A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B的能力不如他 可是却跟他得到了同样的粉红 A心里就不舒服了 隔三差五找借口不来公司 将大部分工作都推给了B 自己心安理得的享受利益 两年以后 两人因为决策上的不同 决定分开单杆 这个时候 A才发现 大部分的客户都跟着B走了 而自己这两年来 为了那点不劳而获的 分红沾沾自喜 却将业务彻底荒废了 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有时候 眼前的利益 就像钓鱼用的鱼饵 如果不能抵挡住诱惑 就会以身犯险 最终失去更宝贵的东西 真正有格局的人 是懂得取舍的人 他们知道 眼前的得失 并不是永久的得失 想要取得成功 就要有更长远的目光 要做到大事不糊涂 小事不计较 敢于放弃眼前的利益 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二 不会太计较外界的看法 一个真正有格局的人 必定是一个活得通透的人 这样的人 他们有着宽广的胸襟 也有坚定的内心 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定位 也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 他们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 影响到自己 因为 这个世界这么多人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太在乎外界的看法 最终的结果 就是失去了自我 记得曾经看过一个 父子骑驴的故事 父子俩牵着驴子进城 被人取笑 有驴子不骑 真是太傻了 后来 父亲让儿子骑上了驴子 又被人说儿子不孝 后来改为父亲骑上驴子的时候 大家又谴责父亲的不辞 到最后 可怜的父子俩 不知道如何是好 竟然将驴子扛了起来 听起来 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可是 仔细想想 这又何尝不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了 世上不可能有人完全了解你 当你把自己活在对方的思想中 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与评价时 就已经错了 西方有一个人 他在国王面前 讲述了自己的哲学观点 叫做万物皆有共性 国王听了 觉得非常诧异 让宫女去御花园找了一堆树叶 这个人就从这些树叶里面 找到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国王听了非常佩服 这个时候 这个人又说 凡物莫不相亦 天地间 没有两个彼此完全相同的东西 国王听了也不相信 于是这个人 让国王派人去花园 寻找两片相同的树叶 但是找了很久 也没有找到完全相同的树叶 很多树叶大致看来相同 但是仔细比较 却形态各异 完全找不到两片一模一样的 其实人生就如同树叶一般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 更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生 每个人的外貌 智力 体力出身 以及生长环境 都各不相同 不同的经历 就会造成不同的思想 这样的过程 形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 一个有格局的人 他们不会因为别人的 只言片语去揣测 也不会因为外界的 那些评价和看法 就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 因为他们知道 生活是自己的 没有谁能代替我们走下去 三思而后行 不片面 不激进 正确地建议认真听 无关紧要的东西 就当作耳旁风 三 不会计较过去的人和事 真正有格局的人 是一个内心纯良的人 也是一个当今立断 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他们比任何人都懂得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的意义 每个人的一生 都会或多或少经历一些不愉快 有些人会抓住不放 最终的结果 是陷在那些痛苦中不能自拔 甚至让这种经历 变成了人生的阴影 可是有格局的人 却将这样的经历 变成了一种财富和人生的阅历 这样的阅历 会让内心更加的强大 从容面对未来的惊涛害浪 同时 他们还能感同身受他人的艰辛 多了理解和包容 他们用伤痛进行了自我的救赎 变成了更强大的人 朱元璋 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 在元朝的统治下 民不聊生 朱元璋的父母兄弟也饿死了 为了生活 朱元璋甚至当过乞丐 他从苦难中走了出来 最终成为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但是朱元璋没有忘记 自己曾经的生活 制定了安民为本 藏富于民的思想 开展了一系列的会农政策 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不得不说 对于一个有格局的人来说 很多的痛苦 都是能开出鲜花的沃土 在《警示通言》里 有这样一个故事 王安石卸甲归田后 住在江宁 过着简朴的生活 当他感觉大县将来的时候 对前来探望的叶涛说 王某一生枉费精力 欲以文章圣人 今将死之时 悔之无极 当过宰相的王安石 到头来在乎的不是功名利禄 而是自己的学习不够 文章不够好 虽然本末倒置 但也能看出来 他真的放下了职场上的勾心斗角 空过是非 留给后人去说 只有心中无事 余生的时光 都是人生的好时节 如果人生是一棋局的话 你的结局 就是由你的胸怀决定的 棋局的走向 虽然和一石一地一子的得失有关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整局起的走向 在这场对异之中 难免会用到舍足宝鞠 飞向跳马的招数 当你拥有了先手后得的气度 高瞻远瞩的大局观 谈笑间 大局在握的信心与气势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会是你的对手 世界广大 任你驰骋 内心广阔的人荣辱不惊 他的生活 因为自己对万事云淡风轻的态度 而时刻处在晴朗天空下 他敢于直面自己的不足 用自己宽广的胸怀 赢得别人的认同 多一些淡定 少一些计较 顺境时不张狂 逆境时不颓废 一个有格局的人 就是这样的智者 最后 还是用你的格局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中的一句话 与大家共勉 内心装得下世界 没人会是你的对手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佛晨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